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能够办出护照 现在申请加拿大旅游签证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光是目前加拿大旅游签证对于在中国境内办理 它的等待时间就达到一个恐怖的284天 其实我之前以为就是一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加拿大的那些办事人员都不上班了 导致签证等待时间变得非常的长 但是后来受到一位网友的提醒 我去查阅了中国周边国家加拿大旅游签证的处理时间 才觉得不对 可能不是工作人员下岗了 而是加拿大旅游签证的人大概可能 申请加拿大旅游签证的人可能已经爆棚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出谋划策 如果你不能够办护照怎么办 如果你办理加拿大签证等待的时间特别长 那又该怎么办 好不好 我们一样一样来 首先如果你不能够在本地办理护照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去香港办理护照 当然不过前提条件是你要有港澳通行证 对吧 或者至少你可以去办理港澳通行证 对吧 这个方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因为是也是有一个网友告诉我的 这个网友他不仅仅只是告诉我而已 他是用他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个事情是一个可行的 这个网友说呢 他说他之前因为某些原因他滞留在香港 后来他的护照快要到期了 所以呢 他就去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员工署 去补办了护照 这个速度非常快 而且手续呢也很简单 当然了这个是他的个人体验对吧 如果有人有机会前去办理 那我希望也给我反馈一下 这条路如果走得通的话呢 其实那对于很多人都还是 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 然后护照办好了 那你接下来就是要办理加拿大的一个旅游签证了 国内去办加拿大旅游签证大概是要9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280多天好像 这根本就是不想让人办的节奏嘛 对吧 所以之后同样也是受到一位在马来西亚工作的一个中国网友的提醒说 感觉下面这一招可以用 所以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我们废话不多 接下来直接去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 好首先我们还是登录百度 如果是用谷歌的话呢 就反正都是一样的 我想到现在为止 大家应该对这个官网应该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吧 CIC.GC.CA 或者说你就可以直接打加拿大移民局 然后第一个就会是 或者是3W.CIC.GC.CA是一样会是 好吧 点进去之后呢 选择还是英语 然后我们在那个菜单的下拉之后呢 menu下拉之后呢 到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然后下面有一个visit 然后当你点完之后呢 这边还是墨连湖 那是洛基山最漂亮的地方 也是加拿大旅游的一个明珠 这就不说了 题外话 接下来就是下面就是apply for a visitor visa 按一下 按一下进去之后呢 然后在这边的右边呢 他会显示费用是100块 但是他 我们现在一定要看到processing time 一个处理时间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链接 叫check processing time 是吧 然后其他也不用管 直接往下来 下面就是说问你是哪种签证呢 你就是temporary resident 临时的居民 也就是说访问签证了 对吧 那他是有访问学习和工作三种 然后访问学习工作和三种 你当然不是学习也不是工作 那你是visit就是访问签证 访问签证是哪里呢 三种 一种是加拿大之外 一种是加拿大之内 另外一种就是visit extension 就是visit record 它是它是一个延期 对吧 那我们这个很明显就是outside Canada 对吧 加拿大之外 然后你是从哪个国家开始申请 那如果我们选中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然后你选一下这个处理时间 现在处理时间 大家看一下是整整284天 这就跟你说你也别来了了 这个处理好都已经9个月了 所以这个就不用想了 然后我们看看日本 我们的邻国 169天 日本就比我们少很多时间了 再看一下我们其他的邻国 像南韩South Korea 看一下 168天 对吧 当然了 这个我之前在跟大家看之前 已经全都已经看过了 但是我尽量就选一些我们周边的国家 这样大家也比较容易去 那我们可以看Cambodian 那个就是柬埔寨 也是169天 好吗 然后之前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 有个网友跟我说的 一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哪哪哪哪哪哪 在这 看马来西亚它的时间 就会减少到76天 它的处理时间 然后我们同样还是看一看 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Hong Kong SAR 是48天 哇48天 就是一个半月而已啊 然后我们看看 说到香港 那我们就看看Macau吧 想看看那个 不是 Macau SAR 就是澳门 澳门是169天 所以还是很长时间 所以还是要去香港 或者说我之前想到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越南 Vietnam 大家看看越南啊 越南处理时间才29天 就是一个月而已 一个月都不到 所以说 我觉得还是可以 就是说值得试一下 哇 怎么说呢 就当去香港去玩一圈了 就当到越南去玩一圈了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吧 其实以前那时候我还去过越南 越南 还是挺好玩的 像 牙庄啊 大乐啊 然后胡志明市啊 都非常漂亮 至于河内嘛 河内我觉得挺乱的 不是很喜欢 不过 这是插话 这是其他的话 但是就是大家就知道说 有这样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可以 就是说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可以申请加拿大的签证 这样会快很多 好吗 看完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呢 大家其实就会发现 我们周边地区的 周边的一些国家 加拿大旅游签证的办理时间呢 是比国内会快很多的 比如说日本韩国 他们都只有大概168天169天的样子 不过这个还是很慢了 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快要半年了 所以这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马来西亚其实它的时间也是比较长 大概是在三个月的样子 但越南和香港 他们的出签 出签时间还是非常迅速的 我认为是值得一试 特别是像越南才只有一个月 香港大概就是两个月不到一点 如果你到香港去办理了护照 然后顺便就可以把你的加拿大的旅游签证 好也可以办一下 其实因为呢 就像如果有中国游客来加拿大玩的时候 他也可以去美国领事馆去办理美国签证一样 就是理论上 如果你是持有大陆的中国的护照的话 应该也可以在第三国去办理加拿大的一个旅游签证 同样如果有领路人愿意去尝试一下的话 那请一定记得和我联系一下 我会很愿意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想这也是绝对是积德行善之举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加拿大移民的这条路上都能够顺利 谢谢 下期再见